大家好 近期港股在疫苗的柱缸 再加上科技类的股份 可能就有一定的截政策风险升温的情况下 就是资金换马的情况 其实近期来说都比较明显 但如果你说恒指方面的走势 因为始终在近期低位2400几点已经反弹了 接近2400点以上 所以我想短期尤其是国外方面的疫情 看到仍未见受控制 所以在未有特别利好消息之前 尤其是美国方面 就算推出一些新的自己经济措施 相信也未见会那么快成功推出的话 其实港股有机会 就短期回复一个整固格局 下面来说支持位置 250天线25400点附近 这个位置我想如果投资者 如果想偷重磅的一些股份 追回落后的话 可以不妨就趁回吐的时候 就留意一些水平做这个吸纳 而上面 因为近期都叫爆升了不少 去到近期高位 26400点相信阻力会再次明显 而板块上 因为始终大家看到有疫苗的处光 虽然时间未知 但是一些叫传统类的股份 已经是磨拳责掌 在过去这五至四个交易 已经是录得很强劲的升幅 近期开始有一个整固 如果是对后市一些疫苗的消息 有正面的一些消息带动的话 相信一些油类的三桶有二只百百三 我相信都可以考虑至趁低吸入的部署 另外就是近期都比较热炒的 就是一些叫手机 以及手机设备股份 如果这个板块 因为始终现时内地方面的 一些不知的用股 已经是突破一亿 未来的上升空间的潜力都会比较大 因为看到内地手机的使用量都相当高 未来手机的缓机潮 打后的时间 相信都可以帮助手机生产商 以及手机设备的一些企业 带来恩赐的需求 以及技术上的提升 我想手机设备股份 或者手机股份 都可以承接着一个大环境 大趋势 有机会是可以继续做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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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